大半夜三重停车场中心驾驶 从驾驶座下车 却是一手拿着铁锹往前方的轿车走去 看到车窗就使劲乱砸 甚至从妖际间拿出了震爆枪 对着百万名车连轰了好几枪 翻之后开车离开 而他跟被害车主有什么深仇大恨 需要大半夜回车 被害车主看到爱车成了这副模样 带站在一旁 左思右想 车子被砸肯定跟前女友有关系 他的爱车挡防玻璃上弹痕累累 车中玻璃全被砸破 无一信免 干妹妹怀孕 但是他的前男友却不认 中心男子为了替干妹来出计 和对方相约谈判 但对方是必不见面 因此他跑到了停车场 来找被害人的车子 一看到车子拿震爆枪乱轰之外 还拿铁锹把车子都给砸烂 原来学习男子跟离女交往半年 两个月前原以为和平分手 但前女友却突然说怀孕了有孩子 取男不但不认还质疑对方 说要去验DNA 离女伤心之余跟干哥哥哭诉 为了出这一口气 中心男子出面谈判 但16号凌晨 约定好时间 干妹的前男友却必不见面 嫌犯才会开枪 哄扯血分 在此这震爆枪 以这塑胶子弹射其他的窗户 分手情侣迎接新生命 没有喜悦 只有质疑 争吵 还有第三人干哥哥介入 杂热泄愤 连红七枪 让分手情侣这下连朋友多作不成 参讯定委杰告教授 讲新北报道